为什么说任嘉伦跟范晨晨不仅仅有流量呢 嘿大家好这里是娱乐之榜男生版 今天咱们来说说 海放派2第二季首播收视率0.4 科学趣味实验成看点 甚至有网友称这档综艺四平八稳了 大家都知道就在8月6号晚上 综艺节目海放派2第二季首期内容播出 根据相关的收视来看 那一档综艺节目呢 位列卫视前三的综艺节目 它仅次于湖南卫视的你好星期六 和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 从整体来看呢 这个0.3%呢稍微靠上了一点 从这张图上来看呢 收视率一直处于爬升状态 显然是观众的进入率是大于退出率的 海放派2的首档播出的尾声时候呢 也就是最后一个科学趣味的实验时候呢 峰值收视率达到了0.4% 这样的成绩呢 对于海放派二言呢 已经是已经相当可以了 而且在小平看来呢 这部综艺节目呢 不仅兼具了科学的实验 理性哲学等思辨能力呢 其实呢通过一个个实验呢 还有通过一个平行宇宙概念呢 把哲学概念上的思考变成了科学概念上的想象力 这就是很多综艺节目是做不到的 唯有这个海放派2 这趟节目呢 给大家更多的一个趣味思考性 其实呢除了以上的一些趣味性之外呢 而且他的不仅仅凭借着有流量明星而取得 在第二季的节目当中呢 任佳伦、范澄澄、魏大勋等一批明星呢 都是自带流量无数的 而众星呢通过完成各自的一个游戏的方式呢 去实现一些科学实验的内容 等于说整个综艺节目的背后呢 是有着科学内容做支撑的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海放派2 他的这期节目怎么样呢 你觉得任佳伦在里面的表现如何呢 你觉得他们在其昨天的表现当中 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游戏是哪个呢 可以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彪 那么下期再见啦 记得点赞收藏关注小彪 拜拜